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師 又來到了音樂常識快問快答第二集 上一次苦茶的教訓我們已經受夠了 所以這次我們不要用任何的食療方式 今天的出發就是打腳地板 然後我們今天是一個屬於廣泛的類型 不是上一次是針對貝多芬 那我就直接開始囉 三大暗婚曲是哪 莫扎特 史特拉文斯基 韓德爾 你猜 ABC 是不是 我猜 B D 韓德爾 我現在在 A 跟 E 之間掙扎 我只確定莫扎特一定有暗婚曲 Verdi 有啦 Verdi 是非常有名的暗婚曲 B D E 你 你好強喔 我還沒有 A 跟 C 耶 Give me your feet 你要大力一點喔 Your foot 不然我覺得不會痛 我感覺會很舒服 來喔 好 來 沒感覺是不是 欸你知道那聲音聽起來很爽 這樣 其實不會很痛耶 莫扎特的暗婚曲的作品號碼是這個這個 這首真的非常非常有名 那據說是有一個故事在背後 他就是夢到自己死掉了嘛 然後反正有個黑衣人跟他說拿了金幣 然後到他家門跟他講說 請你完成這一首暗婚曲 然後會給你非常非常多的金幣 那莫扎特的時候其實好像身體已經很不好 對啊 全困了倒了 對對對 然後結果他完成了之後沒想到 竟是用來他自己的喪禮上面使用這首暗婚曲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個故事也就 Mama again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有一點野食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吧 沒錯 也許是為了讓這個作品更有傳奇的一個色彩 但是這個作品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非常好聽 OK喔 下一題 應該是站 真暗婚曲吧 喔 我知道了 天地創造了 天地創造是什麼 應該是海盾的吧 可是天地創造它是不是有翻錯啊 靈宇宙的體現感覺也是翻得怪怪的 這個應該翻得怪怪的 因為我覺得只有站站站回去是我聽得懂啊 我猜欸 其他兩個聽不懂 好 來 公布答案 哈哈 哈哈 來 海盾了吧 來 我一定要想辦法打到你頭為止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所以三大神句是 韓德爾的彌賽亞 海盾的天地創造 孟德爾送的伊莉亞 哇 有點難 孟德爾送伊莉亞我完全忘記了 我完全忘記了 金 啊 你 你問完了是吧 哇靠 這個怎麼可能啊 哇靠你這樣問啊 不行我要猜身為鋼筆的人 我要猜的 來來來來來 好 一定有那個 柴可福斯基 一定有那個 貝多芬的皇帝 普羅高菲夫的第三號 拉哈巴黎諾夫的第二號鋼筋 啊 對齁 第四首是這一個 第五首 猜 莫扎特的鋼筋協奏曲 不可能 不可能 他要二十幾首欸 那你要怎麼選 K422嗎 好 就這樣 莫扎特的 422 然後貝多芬的皇帝 Rachmanov的第二號鋼筋協奏曲 然後 Tchaikovsky 然後跟 普羅高菲夫的第三號 有皇帝 Tchaikovsky Rachmanov第二號 蘇曼 李斯特 啊 蘇曼跟李斯特 我答錯了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問題呢問的有一點籠統 並不能夠講五大鋼筋協奏曲是哪幾首 因為其實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 只不過是說這幾首 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聽一下 因為這非常非常經典的鋼筋協奏曲的曲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那個 小邦跟Bronz 我剛剛原本是 就是蘇曼跟李斯特 我這兩個要換成蕭邦跟布拉姆斯 皇帝我沒有彈過 但是我彈過貝多芬的第二號 剛剛的鋼筋協奏曲 彈戲上的鋼筋協奏曲比賽 為什麼我要猜莫扎特 是因為戲上的鋼筋協奏曲比賽 他規定只能彈貝多芬跟莫扎特 其實我認為是學習一個 鋼筋協奏曲非常重要的 初始的一個曲目 像莫扎特的音樂 通常都會是很多國際大賽非常指名的 對 所以怎麼會沒有在這個裡面 然後蔡可夫之介第一號 那個沒話講 那個絕對沒話講 絕對在第一個大印象中 還有Romenoff的第二號 絕對也沒話講 這兩首呢我都跟我鋼筋老師講過說 我要彈然後直接被打回票說 我寫 手太小了啦 什麼是標準音高 什麼意思 什麼叫標準 我跟他 他問了問題 這個很奇怪啊 什麼標準音高A嗎 442嗎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他應該是紀普法吧 絕對音高是A 大寫的A 然後小寫的A 在A1 但我不知道標準音高是什麼意思 你要我回答的是什麼 442赫茲然後A這樣嗎 公布一下答案 440吧 喔440 可是其實現在都用42不是嗎 就是整個歐洲那邊啊 看看國家不一樣 但是最標準是440 因為1939年很久 440現在是流行音樂在用的 大家聽唱歌嘛 CD嘛 那些東西 專輯都是440 但是古典樂在台灣普遍每一台鋼琴都是條442 所以也是因為現今的耳朵的衝擊來源都非常多不同的聲音 然後一直受到刺激的關係 所以人耳在這樣子的狀況下也喜歡聽比較偏高的音響 我感覺好像越來越往後越現代的話聲音就越來越高 以前巴洛克啊那種 438 436 所以說像那些什麼大劍琴啊 其實他們的音準都是很比較低一點點的 那他們跟現代樂器在合伴奏的時候就必須整台琴 重新調整過音高啦 因為他們以前的那個音高跟現在不一樣 這個你回答 他有做過一期節拍器的研究 對對對 B啦 如果回答艾迪森會被打嗎 第三個是John Cage John Cage怎麼可能啦 大家知道John Cage是4分33秒的作曲家嗎 就是寫一首歌從頭到尾都沒有發出聲音 桌子服也是音樂的一部分 你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節拍器吧 節拍器啊 節拍器就是這樣子發明出來的 怎樣發明 你忘記了 好 你不是要介紹一下嗎 大家知道節拍器怎麼發明的話請看 這裡 你已經忘記了 蛤 你當初不是做了一集 對啊我做了一集 你照著念的對不對 不是 你是 我是全部統整完之後我自己做了一份感到 照著念嗎 對但是anyway 節拍器就是這樣子慢慢慢慢隨著時間 實際的推演他不斷進步的 我覺得這一段可以刪掉 會讓人覺得不成到幾八十字 好可惜喔 本來想要讓你摔一波 沒關係啦 這一集我摔很多波了 哇第一步 我要猜那個 Corelli 應該是Corelli吧 因為我Corelli不知道是誰 Torelli Torelli 好來 應該是V啦 好沒關係 其實沒有什麼 啊 啊 啊 Oh my God 對不起我打到你下面嗎 有壞掉嗎 沒事沒事 等一下可以嗎 你現在下面還好嗎 你看我現在是正常 可是他這個臉是紅的成分 他下面是不是壞掉了 剛好打到我旁邊的肉 有下面嗎 沒有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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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面啦 沒下面 我們還沒在下面打會頭 對不起各位王太太 好那你腳再抬起來一次 為什麼 我們沒搭準 很奇怪欸 我現在很怕啊 可是我又不想抓著他的腳 會痛嗎 超痛欸 貝多芬 這個毫無疑問 他就是承接古典到浪漫的一個作品家 所以他到後期的時候呢 所有的風格特色都已經偏向浪漫 開始很多實驗的影響 然後他所做的一些 整個form的東西 像宙明曲是原本講說 地獄像快地獄像什麼 他也打破這些結構 然後所以 他完全開啟了浪漫越派的開端 等一下這個 這個題目有問題 因為他可以很多個人 那你這樣拍下去的時候 你想講誰 難道不是貝多芬嗎 我想講貝多芬啊 那你不要講貝多芬也可以啊 貝多芬啊 布朗姆斯也是啊 貝多芬斯第一號交響曲 是成先起後的概念啊 他絕對不是古典樂派 他是古典樂派 沒有人把他歸在古典樂派 好 蘇伯特也是古典樂派 跟浪漫樂派中間啊 可是大家都會講 他們是浪漫樂派的人 好啦 我知道答案是貝多芬啦 對 你就是沒有搶到啊 我 來 起來 唉唷 看一下喔 來 下一題 A啊 等一下 他講A啊 等一下 你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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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已經講A了齁 來 他是說沒有別寫過 因為非常多座瑜伽 都有寫過羅米歐與朱莉耶 你剛剛講A對不對 不是 我沒有 我從來 我從來 沒有沒有沒有 你剛剛講A了 你猜嘛 我不需要猜啊 你確定嗎 怕我猜錯 但是我在想應該是那個白療師 對 來吧 眼下啊 沒有啊 剛剛是你給我猜的我也不想猜 什麼 我剛剛不想猜是你逼我的欸 奇怪欸 你自己想比猜欸 你猜 不然你搶白療師 很可憐啊 等一下 一人一次啊 起來 我不會 我這次不會這麼痛 哪有人那麼厲害 每次都這麼痛 來啊 給你打啊 好 我跟你講我抓到學校了啦 好厲害 好難喔 我知道是哪一個國家創立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寫 德國人寫的啦 這個太難了吧 但是真的太難了 好公佈答案 欸 法國 你好可憐 你學不乖欸 你就一直這樣子欸 你沒發現我不會講我自己沒把握的事嗎 我也滿有把握的是德國人啊 所有東西你都覺得你就是有把握的 這就是問題 我們現在來檢討一下這個源頭 德國的什麼呢 為什麼你講一下德國的故事 柬埔由來是這樣啦 當初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大家為了要讓那個 整個大家可以更容易去看譜 所以就發明了柬埔 是這樣嗎 起源於18世紀的法國 這是德國人改良 不好意思 所以不是他發明 我讀到德國那段 前面沒有讀 就是中間說德國就來了 好啦也是有沾到邊 好啦好啦沾到邊 世界本大頭 幹嘛憑什麼要打我啊奇怪欸 我又沒猜是你猜猜錯 欸奇怪欸 剛剛不是這樣玩嗎 他問是誰欸 所以你不是有回答嗎 我沒有回答喔 我是說德國人創立喔 我是說我知道是德國人 結果也不是德國人啊 那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說誰啊 是誰這樣你要回答 他說叫蘇威 我有說是蘇曼發明的嗎 你有沒有說是德國人 德國人不是誰 德國人是一種人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德國裔呢 搞不好他爺爺是德國人啊 你多話了你 起來 可是你剛剛也沒有啊 好白 下一題 你快抓 李斯特 啊不是 白療士吧 李斯特也沒有嗎 也是有 但是誰先是白療士是不是 應該是白療士 到底是白療士還是李斯特呢 公布答案 好厲害 來 這有點簡單吧 這太簡單了 C.A.D.B C.A.D.B 對對對 你最好12題要答對 不然老娘真的會讓你真的升天 I will blow your mind 來 巴哈的12平均律 因為那個新約聖經是貝多芬的32首奏名曲 平均律鋼琴曲這個是人人必談 鋼琴如果學到一定程度以後 你從巴哈初步 巴哈invention 創意曲 然後巴哈的法國族曲 英國族曲 之後就會走到平均律鋼琴曲 必談 它是每個調性都寫一首 然後一共有上下策 my god 寫得真的是amazing 它寫到最難就會開始有譬如說 例如說同時有五個聲部 難到不行 你知道那個貝譜非常困難是在於說 你知道有一個主旋律 但是呢中間有非常多的音都是你要彈 然後有些要留 有些要放什麼 哇 我曾經在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次考試談巴哈平均律 非常慘痛 巴哈是很容易忘譜的 很容易 因為它中間的聲部太多了 你不能夠用肌肉記憶去理解它 你必須非常邏輯的去 把所有的樂曲分析出來 包括它的段落 還有它的主句答句 所有東西分析出來之後 才會比較容易被捕 然後要分段 這是我彈巴哈平均律的一個 生痛的體驗 謝謝讓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謝謝分享 按讚留言 你還沒被打欸 沒有 打完了 十二平均律這一題 我們結束啦 拜拜啦 來 起來 你以為快點做結果我就忘記了 你怎麼知道 最後一個一定會讓你開心 好 來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一下 大家在留言區都會回答你們 最後就是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掰掰 掰掰